大家来找茬 一起找一找冬天的骆驼和夏天的骆驼有什么不同之处吧 冬天的骆驼躲了一个大微薄 还加了一顶厚帽子 骆驼每年夏季都要脱毛 冬天的毛发相对厚实很多 尤其是头部和颈部变化特别明显 不过全身的绒毛却变化不大 骆驼一年四季都披着十厘米长的毛针 这个毛针可不一般 有着冬暖夏凉的神奇功效 冬天配上加厚的微薄帽子可以靠寒 而夏天在绒毛和皮肤之间会形成降温渐息 防止高温辐射 气温再高 毛层下的温度也不会超过40摄氏度 有了这身装备 才助就了耐寒又耐热的沙漠之粥 感谢观看